欢迎来到我们的澳洲简报、节目 首先,我们来看看大宝礁的最新情况 南半球夏季期间,大宝礁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热压 导致珊瑚大规模死亡 专家估计,由于这种热压 最多可能有一半的珊瑚会死亡 这让大宝礁的未来变得非常不确定 接下来,让我们关注一下安大略省的加密货币之王 爱登·普莱特斯基的事件 他和他的伙伴柯林莫菲因涉嫌欺诈被捕 涉及金额超过4000万美元 普莱特斯基被指控将投资者的资金挥霍在奢侈品上 而不适用于加密货币和外汇投资 最后,我们来到新克里多尼亚 这个太平洋岛屿因选举投票权问题引发了暴力骚乱 法国总统马克龙正在考虑宣布该地区进入紧急状态 因为新的宪法措施扩大了投票权 这被认为有利于亲法国的政治家 却边缘化了当的的土著卡纳克族人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Economist 大宝礁是一个自然奇迹 沿着澳大利亚东北海岸延伸2300公里 拥有数百种色彩斑斓的珊瑚 覆盖面积相当于意大利的大小 成千上万的海洋物种依赖它生存 然而,地球变暖的速度让它的未来充满不确定性 刚刚结束的南半球夏季 可能是大宝礁历史上最致命的一个夏季 前所未有的热应机 高温和持续时间的综合指标 使得情况更加严峻 在大宝礁的南部三分之一地区 海面温度峰值比平均值高出2.5摄氏度 尽管需要几个月才能看清后果 但一些珊瑚已经开始死亡 澳大利亚海洋科学研究所的尼尔 坎廷估计可能有多达一半的珊瑚会死亡 CBC 安大略省自称加密货币之王的爱登普莱特斯基 和他的同伙柯林莫菲因诈骗被捕并被起诉 普莱特斯基被控诈骗超过5000加元和洗钱 而莫菲则被控诈骗超过5000加元 这两人是在一次为期16个月的调查后被捕的 该调查被称为天鹅计划 始于2022年7月 当时警方收到大量关于普莱特斯基 涉嫌投资诈骗的投诉 调查发现 普莱特斯基仅投资了约2%的投资者资金 而将近1600万加元用于个人挥霍 例如租用私人飞机 度假 购买豪车 和租赁湖边豪宅 去年秋天 普莱特斯基仍在英国 迈阿密和澳大利亚之间飞来飞去 并在网上自称为专业主播 莫菲因在一项投资者诉讼中 拒绝交出iPhone 而被判藐视法庭罪 入狱5个月 并被命令支付12万加元的赔偿 警方和安大略证券委员会 将于周四在惠特比举行新闻发布会 通报普莱特斯基的最新情况 Yahoo US报道 托特纳姆热刺的主教练安格 波斯特科格鲁 在球队输给曼城后 表现出强烈的不满 但托特纳姆内部和波斯特科格鲁的 亲近人士坚信 他并未对俱乐部感到失望 波斯特科格鲁在赛后新闻发布会上 提到托特纳姆的脆弱基础 并表示在曼城比赛前后的48小时内 发现了俱乐部内外的一些问题 他的愤怒主要是针对一些球迷 在曼城进球时欢呼 导致球队内部和外部的氛围变得异常 波斯特科格鲁强调 他的目标是赢得比赛 并在俱乐部取得成功 不会被外界的意见所影响 托特纳姆计划在夏季转会窗口 全力支持波斯特科格鲁 他希望进行多项人员调整 包括引进前锋 中场和后卫 CBC报道 安大略省的加密货币之王 爱登普莱特斯基 因涉嫌欺诈被捕 并被指控 普莱特斯基被控以超过 5000美元的欺诈罪和洗钱罪 涉及超过4000万美元的投资款项 这些钱原本是投资者 交给他用于加密货币和外汇交易的 但普莱特斯基仅将其中的2%用于投资 其余的1600万美元 被他用于租赁私人飞机 度假 购买豪车 和租住湖畔豪宅 破产程序 由Grant Danton会计事务所的受托人负责 目前仅为约160名投资者 追回了300万美元 普莱特斯基在2022年夏季破产后 仍继续奢侈生活 包括前往英国 迈阿密和澳大利亚 华盛顿邮报报道 太平洋岛与新卡里多尼亚因选举权问题 爆发种族紧张局势 导致一名警察和三名其他人员在骚乱中丧生 法国总统马克龙考虑在新卡里多尼亚宣布 紧急状态 以应对暴力事件 骚乱起因 与法国议会准备投票决定 扩大该地区的选举权 这可能会边缘化土著卡纳克族人口 并有利于侵法政客 新宪法修正案 允许在新卡里多尼亚 居住十年以上的任何人 参加地方选举 削弱了卡纳克族的权力 法国政府已派出额外的警察和宪兵 以恢复秩序 并宣布宵禁和禁止集会 新卡里多尼亚的主要机场已关闭 居民生活受到严重影响 The Independent 报道 澳大利亚富豪吉娜 莱因哈特要求 澳大利亚国家美术馆 撤下他的肖像画 这幅画由获奖的土著艺术家 文森特·纳马吉拉创作 画中莱因哈特的面部特征被扭曲 莱因哈特对这幅画不满 并通过他的同僚向美术馆施压 要求将其从展览中移除 然而 美术馆拒绝了这一要求 馆长尼克 米特·士维奇表示 欢迎公众对收藏和展览进行对话 此事件引发了社交媒体上的热议 有人认为莱因哈特的举动 反而让这幅画获得了更多关注 这种现象被称为斯特里赛效应 The Independent 报道 国际足联即将宣布 2027年女足世界杯的主办国 这将对女足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比利时荷兰和德国的联合申办与巴西的申办竞争激烈 美国原本也有意申办 但因已获得2025年俱乐部世界杯和2026年男足世界杯的主办权 机会较低 巴西被认为是热门候选 因其未能参加2030年世界杯的首场比赛 尽管如此 欧洲联合申办具有地理优势 球迷可以通过火车轻松到达各个比赛场地 这有助于营造一种全球派对的氛围 此外 联合申办预计能带来10亿欧元的收入 这对女足的发展至关重要 最终投票结果将揭示女足的未来走向 以及更广泛的足球政治 Yahoo US 报道 一项新研究揭示了猴面包树的历史和跨洋迁徙过程 猴面包树起源于约2100万年前的马达加斯加 并在过去1200万年间传播到非洲和澳大利亚 研究表明 猴面包树的种子夹通过漂浮在海上 随着海洋洋流从马达加斯加到达非洲和澳大利亚 这些树木生长在干燥的西树草原中 为野生动物提供食物 栖息地和繁殖场所 其果实和叶子对人类也具有营养和药用价值 猴面包树还在民间传说中占有一席之地 如非洲卡富人传说中的四位美丽少女被树困在树干中 至今仍能听到她们的声音 这些树木不仅是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具有深远的文化意义 纽约时报 猴面包树是地球上最具魅力的树木之一 这不仅因为它们奇特的外观 粗壮的树干和相对较小的树冠 让它们看起来像是倒挂的树 还因为它们可以存活数千年 成为文化传统和艺术作品中的重要象征 然而 尽管关于猴面包树的故事众多 其起源一直是个谜 科学家们多年来一直在争论猴面包树 是如何来到它们现在生长的地方的 全球共有八种猴面包树 其中一种分布在非洲大陆的大部分地区 六种在马达加斯加 最后一种在遥远的澳大利亚西北部 大多数研究人员假设这些树木起源于非洲大陆 但周三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研究发现 讲述了一个不同的故事 研究表明 猴面包树最有可能首先在马达加斯加进化 并在这里分化成不同的物种 然后 其中两种树木通过长距离的海洋旅程 到达了远方的大陆 武汉植物园的植物学家万涛博士 及其团队对所有八种猴面包树的基因组 进行了测序 并利用这些数据来理解它们的进化过程 他们还研究了影响猴面包树 在马达加斯加分布的生态因素 研究结果表明 猴面包树的共同祖先最有可能在大约2100万年前 出现在马达加斯加 与其他植物的竞争 以及海拔 温度 降水和火山活动等因素导致了新物种的出现 冰河时期的海平面波动也在其中起了作用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好